一只从来都不喜欢洗澡的狗狗突然发生了转变,每天都求主人带它去美容店,表现出渴望的模样。 这令主人十分疑惑,不明白狗狗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。 狗狗究竟在美容店里经历了什么事情? 不喜欢洗澡的狗狗为何突然喜欢洗澡了? 养宠物的人应该都知道,给狗狗洗澡是一件大工程,即便能和狗狗和睦相处,也会在洗澡时犯难。 因此,很多人都会选择将狗狗送到专门的美容店,这样主人不用费心就能得到干干净净的小狗了。 但是,我们通常难以得知狗狗在美容店里会发生什么。 当主人不在身边时,美容师如何对待狗狗也很难了解。 接下来的故事中,我们将看到一位狗狗美容师令人震惊的一面。 这个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巴西的塞拉州。 卡达克喂养了一只十分可爱的小狗,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充满意义和快乐的瞬间。 狗狗在卡达克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在他的陪伴下,卡达克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 拥有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狗总会让平淡的日子多几分惊喜。 但是,唯一让卡达克头疼的事情就是,狗狗非常讨厌洗澡。 起初卡达克认为自己完全可以独自给小狗洗澡。 这样还能省下一笔美容费。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每次卡达克抱着狗狗走进浴室时,他都拼命正着向外逃跑。 卡达克心中疑惑,小狗不是不怕水吗? 怎么家里这只表现出如此大的恐惧呢? 因此,一星期一次的洗澡几乎变成了一场战争。 不仅小狗表现出不开心的模样,卡达克也累得浑身疲惫。 后来,卡达克放弃了为狗狗洗澡的念头。 决定将他送去美容店,也许专业的美容师会更熟悉小狗的性格。 本以为这样就能解决缠在心头的一件大事,但事情似乎依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。 卡达克发现,每当他去美容店接狗狗回家时,都会发现狗狗的情绪有些低落,尾巴也向下垂在地上,甚至见到主人来接自己也没有表现出开心的模样。 卡达克一开始并未放在心上,因为过不了一天狗狗就会恢复往常的样子,情绪和身体健康都没有任何问题。 所以,卡达克还是将这归咎于狗狗对洗澡的抗拒。 在之后的几次洗澡,美容过后,狗狗依旧很不开心,卡达克慢慢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 回到家后,卡达克在沙发上抱着狗狗玩耍,偶然间抚摸他的毛发,突然发现他的身体上有几道淡淡的红痕。 这令卡达克警铃大作。 因为狗狗性格十分温顺,即使抗拒洗澡,但从未攻击过任何人,和同类之间相处得也十分融洽,他不知道这些痕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 回想起狗狗从美容店里出来的模样,卡达克不得不怀疑,是不是在美容店发生了什么? 莫非狗狗在店里遭到了不好的对待? 心里想着这些疑惑,卡达克人已经站在了美容店前,他希望能向老板问清楚事情的原委。 美容店老板立刻查了监控,找到了那天为狗狗做美容的店员。 在监控录像里,卡达克看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。 美容店老板解释说,美容店里每天都有几十只狗狗等待着洗澡,店员们的工作很繁忙。 若是遇到一只听话的狗狗,还算省心,但如果碰到一只抗拒洗澡的狗狗,就像卡达克的狗狗,店员们很难保持温柔和耐心。 有时候,为了能让小狗听话,就会教训几下淘气的狗狗,但这并不是能为他们开脱的理由,卡达克听完只觉得心中更加愤怒,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狗狗,难怪他会闷闷不乐。 在这之后,虽然卡达克再也没有来过这家美容店,但还是要继续寻找为狗狗洗澡的地方。 卡达克在几家美容店之间犹豫不决,他害怕再次遇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。 终于,他选中了一家平价很高的美容店,据说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位爱狗人士,家中也喂养着好多狗狗,卡达克这才放心将狗狗送去洗澡。 卡达克已经做好安抚狗狗情绪的准备了,但一切都是他没有想到的。 店员告诉卡达克可以接狗狗回家了,当他走进美容店时,一道敏捷的身影朝着自己扑过来。 正是他的狗狗。 他的身上散发着快乐和激情,看得出来他经历了多么快乐的一段时间。 为狗狗做美容的店员,还主动过来向卡达克反馈狗狗的情况,认真负责的态度令卡达克感到震惊。 回到家后,则发生了更令人震惊的事情,狗狗才刚刚洗完澡不到一天,就不断催促着主人要出门。 出门后就直奔一个地方,卡达克满脸疑问地跟在后面,结果发现狗狗走到了美容店的门口。 发现这一点的卡达克惊讶地说不出话,难道狗狗爱上了洗澡吗? 竟然主动来到美容店,卡达克也不禁对美容店里发生的事情,感到好奇,狗狗到底经历了什么开心的事情。 向美容店老板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后,卡达克询问是否能看店里的监控录像,老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 在监控视频里,那位美容师竟然在狗狗面前跳起了舞,为了安抚狗狗的情绪,他不断做出搞笑的表情,并时不时抚摸狗狗的脑袋。 他完完全全认真对待这份工作,把每一个狗狗都当作小朋友一样。 当他尝试把水冲在狗狗身上时,开始和狗狗玩起了躲避游戏,尽管看起来有些犯傻, 但成功地转移了狗狗的注意力,让他们不再害怕水,从而顺利完成清洗工作,最后甚至抱着狗狗跳起了摇摆舞。 当视频结束时,卡达克已经笑得乐不开之,他明白为何狗狗如此开心了。 那是因为美容师始终都在认真对待他,把他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。 卡达克向那位美容师表示感谢,美容师表示,虽然照顾宠物是他的工作, 但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都是他最珍贵的时光,当他与狗狗们开心地玩耍时。 他的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也正是这些工作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 卡达克完全信任这家美容店,每次都放心地把狗狗交给他们。 同样,卡达克每次都能看到狗狗快乐的模样,想必这样的经历在狗狗心目中也是十分珍贵的吧。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世间的美好,看到了那些投入爱和经历的人们。 同时,我们应该清楚,狗狗也是需要爱的。 当狗狗被爱意包围时,它们也会表现出对世界的善意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动物。 若我们以真心相待,相信世界会朝着更纯洁,更温馨的方向发展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。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。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